不过是又一座空雕堡, 梅拉丽的一边说, 一边注视着碎石, 废墟和杂草。 不, 布兰心想, 这是长叶堡, 世界的尽头。 在群山中跋涉的时候, 布兰一心只想早日到达长城, 寻找三眼无鸦。 现在到了这里, 她内心却充满了恐惧。 她做的那个梦, 夏天的梦。 不, 我不能去想。 她甚至没有告诉Lidermann, 但梅拉似乎有所察觉。 如果绝口不提, 也许可以忘记梦中之时, 她也永远不会成真, 萝卜和灰蜂就仍然。 Odor。 Odor患患重心, 布兰也跟着晃。 走了好几个钟头, Odor累了, 但至少他不害怕。 布兰怕这个地方, 而且几乎同样怕, 向Lidermann的姐弟承认这一点。 我是北京的王子, 林东城史塔克家族的成员, 几乎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得像罗伯一样的勇敢。 纠结用暗绿色的眼睛凝视着布兰。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我们, 殿下。 布兰可不太确定, 长叶宝总出现于老奶妈最吓人的故事里面, 叶王曾在这里统治, 其后他的名字被人们从记忆中抹去。 鼠厨师在这里为安达尔人的国王 奉上了王子贝肯人肉馅饼, 七十九首位曾在这里站岗, 年轻勇敢的丹尼菲林特在这里被强暴后被谋杀。 就在这座城堡, 谢瑞特国王发出对古安达尔人的诅咒, 一群小学徒面对黑夜中出现的妖怪。 瞎子兴眼塞免目睹地狱拳打斗, 而丰府走过这些院子爬上塔楼于黑暗中屠杀他的兄弟们。 当然, 所有这些故事都发生于千百年前, 有些甚至根本没有发生过。 卢温学士常说老奶妈的故事不能胡伦吞下, 但某一次叔叔来见父亲的时候, 布兰问起长叶宝, 班杨斯塔克没有说那些故事是真, 也没说是假, 只耸了耸肩, 说我们两百年前就离开了长叶宝, 仿佛这就是答案。 布兰逼着自己环顾四周, 这天早晨寒冷而明亮, 阳光从残酷的青天中照耀而下。 布兰不喜欢那些嘈杂的声音, 风穿过残破塔楼发出令人不安的宵叫, 要塞直嘎作响, 老鼠在大厅地板下乱爬, 那是鼠厨师的孩子们在逃避附近。 院子成了小森林, 细瘦的树木互相交错着光秃秃的枝芽, 枯叶如蟑螂一般在堆堆积雪上挤走。 原本马舅所在之处长出了几棵大树, 厨房拱顶上有个洞, 一株扭曲的白色鱼粮木从里面挤了出来。 在这里就连夏天也感到不安。 布兰容许自己钻入他皮下一小会儿, 闻闻这地方的味道。 他不喜欢那气味。 关键的是, 没有穿越长城的通道。 布兰告诉过他们, 不会有,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 但纠结尼的坚持要亲眼看看。 他做过绿色之梦, 绿色之梦不会骗人。 梦怎么能开门呢? 布兰心想。 自从黑衣地出门收拾行李, 弃守此处, 前往深湖居之后, 长夜宝的大门就一直封闭着, 钢铁闸门放了下来, 拉提的链条被拆除, 而通道里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 全都冻在了一起, 直到跟长城本身一样, 难以穿透。 我们该跟穷恩走的, 布兰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评论。 自从那晚, 透过夏天, 看着穷恩在暴风雨中骑马逃走, 布兰就想起自己的私生哥哥, 找到国王大盗, 然后去黑城堡。 我们不敢那么做王子殿下, 九剑说, 我告诉过你为什么。 但野人怎么办呢? 他们杀了一位老人, 还想杀死秦恩? 九剑, 他们有一百个那么多呢? 正是如此, 而我们才四个人, 所以更不该去。 记得吗? 你帮了你哥哥, 如果那真的是他, 却差点失去了夏天? 我知道。 布兰悲哀地说, 冰原狼杀了三个野人, 或许更多, 可对方数目实在惊人, 很快便在那没有耳朵的人周围 紧密地集结成了一圈。 夏天试图溜进雨夜, 不料一只剑斜刺里飞来, 突然地刺痛, 把布兰逼出狼行, 回到自己的身去。 等雨终于停止, 一行四人挤在黑暗中, 没有生活, 也没有大声说话, 基本上什么也没说。 他们听着 hold that沉重的呼吸声, 一直担心到清晨, 尤其担心野人们会穿湖过来。 布兰不时地进入夏天, 但疼痛又总是立刻把它驱回, 好比灼热的水壶, 就算再想提也不得不抽回手。 那一晚, 只有hodd睡着了, 他一边念叨着hodd, hodd, 一边翻来覆去, 布兰害怕夏天会在黑暗之中死去。 求求你们, 远古诸神, 他祈祷着, 你们带走了临东城, 带走了我父亲, 带走了我的腿, 不要把夏天也带走, 也请你们守护穷恩雪诺, 请你们让野人离开。 湖中的岩石岛屿上, 没有鱼梁木生长, 然而远古诸神似乎是听到了。 第二天早上, 野人们不慌不忙地准备启程, 扒下自己的死者和那位老人的衣物, 甚至还从湖里捞起了一些鱼。 有那么令人惊恐的一刻, 有三个人找到了低道, 并试图走过来, 但低道拐弯的地方他们没有拐, 结果两个人差点淹死, 幸好被拉了上来。 高大秃顶的首领朝他们吼叫, 话音在湖面上回荡, 连纠件都听不懂他所使用的语言。 片刻之后, 对方收拾起盾牌和长毛, 朝着东北, 也就是穷恩离开的方向, 进发了。 布兰也想离开, 去寻找夏天, 但被Lead姐弟阻止了。 再留一晚, 九件说, 和野人之间拉开一段距离, 再碰上他们可不好, 对吧? 令人欣慰的是, 当天下午, 夏天拖着一条伤腿, 从藏身之处返回, 她赶走了乌鸦, 吃了点客栈里的尸体, 然后游到了岛上。 梅拉从夏天的腿上拔出了断剑, 给伤口抹上了某种植物的植物, 那是梅拉在塔楼基座附近找到的。 冰原狼仍一瘸一拐, 但布兰觉得他每天都有好转, 诸神毕竟听见了祈祷。 也许我们该试试其他城堡, 梅拉对弟弟说, 也许有别的门可以通过, 如果你们愿意, 我去探查, 一个人走得比较快。 布兰摇摇头, 往东有深湖区和王后门, 往西则是兵横城, 他们跟这里一样, 只是规模稍小一些, 所有的门都封住了, 除了黑城堡, 东海望和影子塔。 听罢子言, 欧队说, 欧队。 李的姐弟交换了一个眼神, 至少我应该爬到长城顶上, 梅拉断定, 也许在上面能看见什么东西。 你打算看什么? 九剑问, 什么都行。 梅拉态度坚决地回答, 这事本该由我去做。 布兰抬起头来, 看着长城, 想象自己一寸一寸地往上爬, 手指挖进冰缝中, 脚尖踢出落脚处, 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狼梦, 野人和穹等等, 全都不再重要。 他打小就攀爬过 临东城的墙垒和所有的塔楼, 但它们没有这么高, 而且是石头做的。 长城看起来也像石头, 灰蒙蒙的, 表面坑坑洼洼, 但等云层散开, 阳光普照,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它一下子变了样, 闪烁着白色和蓝色的荧光。 这是世界的尽头。 老奶妈常说, 对面为怪兽、巨人族和食尸鬼的住所, 但只要长城牢牢处立, 它们就都过不来。 我想跟着梅拉一起上去, 不拦心想, 站在上面看一看, 但她是个残废的小男孩, 只有一双没用的腿, 因此只能从底下眼睁睁地目睹梅拉代替自己爬上去。 梅拉并非在爬, 不像以前的布兰。 梅拉只不过是沿着守夜人数千年前凿出来的阶梯往上走。 记得卢温学士说过, 只有长夜宝的楼梯是从长城本身的兵壁里凿出来的。 或许这是班阳叔叔叔说的。 往后的城堡都用木楼梯、石楼梯或者泥土沙粒混合的长坡道。 冰太难捉摸, 叔叔如是说, 长城尽管内核冻得像石头一般坚硬, 但表面是融化, 留下冰凉的溪流, 犹如在哭泣。 自从最后一批黑衣弟兄离开城堡, 那阶梯一定融化又冻结了上千次, 每次都会缩小一点, 变得更平整, 更圆滑。 更危险, 而且更窄小, 好像长城要把它们重新收回去。 梅拉丽的脚步稳健, 即使如此, 还是走得很慢, 逐击逐击前进。 有两个地方, 阶梯几乎消失了, 他就匍匐着手脚并用。 下来更难, 布兰心想, 最后, 梅拉终于到达了顶端, 他踏过楼梯最高处仅存的若干冰晶突起, 消失于视线之外。 他什么时候下来? 布兰问究竟, 适当的时候吧, 他要好好看看, 长城, 看看另一边, 我们也应该在下面看看。 Odo? Odo怀疑地说, 也许能发现什么? 鸠剑坚持着, 或者被什么发现? 这话, 布兰说不出口, 他不想让鸠剑认为自己是胆小鬼。 于是, 他们着手探查, 揪尖利的领头, 布兰坐在猴头背上的篮子里, 夏天走在他们身旁。 途中, 冰原狼窜进某个黑乎乎的门里, 片刻之后, 叼着一只灰老鼠回来了。 这就是鼠厨师? 布兰心想, 但颜色不对, 而且只有猫的提醒。 鼠厨师可是白的, 几乎有老母猪一般的硕大。 长叶宝, 有许多黑乎乎的门, 也有许多老鼠, 布兰可以听见 他们在地窖和连接地窖的通道里乱爬, 黑漆漆的通道好比迷宫, 纠建想下去侦查, 但侯都说侯都, 布兰说不, 长叶宝底的黑暗中 有比老鼠更糟的东西。 这儿看起来是个古老的地方, 九箭沿着走廊行走, 太阳从空洞的窗户照了进来, 投射出道道充满灰尘的光柱。 比黑城堡古老一辈, 布兰边回忆边说, 它是长城上第一座堡垒, 最大的一座。 它也是第一座被遗弃的堡垒, 早在仁瑞王的时代, 那时候已有四分之三的房间空着, 维护的开销太大。 善良的亚历山王后建议守夜人 在东面七里远的地方 兴建另一座小规模的新城堡 作为代替, 在那里长城沿着一个美丽的绿色湖泊 弯曲延伸, 建造深湖居的费用 出自王后变卖的首饰, 并由仁瑞王派人一路前往北方 负责修筑, 随后黑衣弟兄们将长叶宝 留给了老鼠。 那是两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如今深湖居也跟他所取代的城堡一样, 废弃空旷, 而长叶宝 这里有鬼魂, 布兰说, 奥德也许听过所有的故事, 纠建可就不见得了。 非常古老的鬼魂, 比仁瑞王更老, 甚至比龙王一梗还老。 鬼魂乃是79名背弃誓言, 前往南方的逃兵, 被到处通缉。 他们中有一位是莱斯威尔伯爵的幼子, 因此领着队伍前往荒种地, 去他的城堡寻求庇护。 不料伯爵却将他们绳枝以法, 送回了长叶宝。 总司令命人在长城顶上凿出了79个洞, 把逃兵们关进去, 活活地封进兵里。 他们手执长矛与号角, 全部面朝北方, 被称为79守卫。 他们活着的时候离开了岗位, 死后便要永远站岗。 多年以后, 莱斯威尔伯爵衰老, 垂危, 临死前, 命人把自己抬到长城, 好穿上黑衣, 站在儿子身边。 为了荣誉, 他把儿子送回了长城, 但心底仍然深深地爱着儿子, 因此来这儿, 与儿子一起站岗。 他们花了半天时间在城堡里探索, 有些塔已经倒掉, 另一些看起来不太安稳, 但一行三人登上了钟楼, 钟已经不见了, 他们也登上了鸭巢, 鸟也不见了, 酿酒房下满地窖的巨大橡木桶。 奥特敲打那些桶, 发出了空洞的声响。 他们找到了一个图书馆, 书架和书柜都已经崩塌了, 书一本都没有, 到处都是老鼠。 还有一个潮湿昏暗的地牢, 牢房足够容纳五百名囚犯。 但当布兰抓住一根生锈的栏杆, 那栏杆却在布兰手中断裂开来。 大厅只剩下了一面残墙, 澡堂沉入地下, 一片巨大的荆棘丛 占领了兵器库外 和一弟兄们昔日操练枪矛, 盾牌和常见的轿场。 铁浆铺虽然还立着, 但蜘蛛网、老鼠和灰尘 取代了刀剑、 风箱与砧板。 有时候夏天会听到 布兰听不到的声音, 或者朝着莫名的方向 呲牙漏齿, 颈背的毛发直立起来。 但鼠厨师、七十九守卫和封府 终究没有露面。 布兰松了口气, 也许这只不过是座 废弃了的空城堡。 等到梅拉回来, 阳光在西方的山顶 只剩了点点余晖。 你看到了什么? 她弟弟九箭问。 我看到了鬼影森林。 梅拉用渴望的语调说, 木栗所及处处是高耸的山峰, 覆盖着从未被刀斧砍伐的树木。 我看到阳光在湖面上闪烁, 云层从西方飘来。 我看到堆堆陈旧的鸡血, 毛一般长的冰锥。 我甚至看到了一只老鹰 在长天上盘旋, 它也看到了我。 我还朝它挥手呢。 有没有下去的路? 九箭问。 梅拉摇了摇头, 没有, 完全是一面峭壁, 冰壁是那样的光滑。 要是有一根好绳子 和一把锋利的斧头, 我也许能下去, 但我们不行。 九箭替她把话说完。 对, 她姐姐赞同着。 你肯定这里是你梦见的地方? 也许我们来到了错误的城堡呢? 不, 就是这个城堡, 这里有道门。 的确有道门, 布兰心想, 但她被石头和冰给堵住了。 太阳落坡了, 塔楼的影子渐渐拉长, 风也越来越强, 将堆堆枯叶, 哗哗地吹过庭院。 逐渐渐凝聚的黑暗, 让布兰想起老奶妈的另一个故事, 夜王的故事。 他是守夜人军团第十三任总司令。 老奶妈讲道, 一位从无恐惧的战士, 这是他的缺陷。 老奶妈补充着, 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恐惧的感受。 一个女人导致了夜王的堕落, 一个女人从长城之巅望下来, 肌肤仿佛月亮般苍白, 眼睛犹如蓝色的心。 夜王毫无畏缩地追求她, 占有她并爱上了她, 尽管她像玄冰一样的寒冷。 夜王将种子撒进她体内的同时, 也将灵魂交给了她。 于是夜王把她带回长夜宝, 立为王后, 而自己是国王, 并用诡异的魔法誓言, 让弟兄们服从意志。 夜王和她的尸鬼王后统治了十三年, 直到最终, 临东城的史塔克家和野人王 乔满联合起来, 解开守夜人的束缚。 在她死后, 人们发现她曾向异鬼奉献祭品, 于是所有夜王的记录全被销毁, 她的名字也成了禁忌。 有人说, 她是波顿家的人, 老奶妈美美如此总结。 有人说她是斯卡古斯岛的玛格纳, 还有人说她来自安巴家, 菲林特家, 或者诺瑞家。 更有人让你相信, 她出自乌德夫特家。 他们在铁名之前统治熊岛, 其实根本不是。 她是个史塔克, 而将她击败的, 则是她的兄弟。 说到此处, 老奶妈总是要捏住布兰的鼻子, 布兰至今不能忘怀。 她是临东城的史塔克, 也许就叫布兰等, 谁说得准呢? 也许她就在这个房间, 这张床上睡过。 哈哈哈哈。 不, 布兰心想, 但她的确曾在这座城堡, 在我们今晚睡觉的地方活动。 布兰一点也不喜欢这念头。 按照老奶妈的说法, 叶王在白天只是个普通人, 但统治着黑夜, 而现在天正在变黑。 李的姐弟决定睡在厨房, 那是一幢八角形的石头房子, 拱顶虽然残破, 但看起来比其他建筑物 能提供更好的遮蔽。 屋子中央一口大井边, 有颗弯弯曲曲的鱼梁木 从石地板上冒出来, 斜着伸向屋顶上的洞, 白骨般的树枝指向阳光的方向。 这是一棵怪弯弯弯弯曲的树。 比布兰见过的其他的鱼梁木 都细受, 而且没有脸, 这让布兰感觉 远古诸神与自己同在。 然而那是厨房 唯一令它喜欢的地方, 屋顶大部分没它, 要是下雨的话 可以遮蔽它们。 但布兰认定 在这里绝不可能暖和 随时都能感觉到寒气 从石板地里渗上来 布兰也不喜欢处处的阴影 不喜欢那些巨大的砖炉 像张开的嘴一样包围着它们 不喜欢生锈的肉沟 不喜欢岩墙排列着的 满是疤痕污渍的屠宰台 他知道鼠厨师就是在这里 把王子切成碎块 并用其中的一个炉子 烤成人肉馅饼的 那口井布兰最不喜欢 那井足足十二尺宽 全由石头砌成 侧面还建有阶梯 盘旋而下 进入黑暗之中 井壁湿乎乎的 覆满水垢 深不见底 甚至连梅拉那对属于 猎人的敏锐眼睛 也毫无办法 也许他没底呢 布兰怀疑地说 奥多越过其膝高的井颜 窝固视着 声音顺着井向下回荡 越来越弱 吾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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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比耳语更轻 吾得似乎吓了一跳 然后呵呵大笑 弯腰从地板上挖起一块破碎的石片 吾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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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 那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石头碰到水面,传来了一声响,老实说那不太像水花溅起的声音,更像是某种吞咽,仿佛有什么东西颤抖着张开冰冷的嘴,吞下了奥顿扔下去的石头。 微弱的回音沿着警道传播,片刻之间,布兰觉得有东西在动,在水里翻滚,也许我们不该留在这儿,他不安地说。 不在井边?梅拉问,还是不在长叶堡? 是的,布兰不假思索地回答。 梅拉笑了,然后让侯德出去收集木头,夏天也要出去,此时天已差不多全黑了,冰原狼想捕猎。 梁九,欧德独自归来,捧回了满满一堆枯木断枝。 纠件力地拿出伙食和匕首,燃起了一堆火,而梅拉给鱼剔骨头,那是经过上一条小河的时候她逮住的。 不然,布兰疑惑地想,不知已有多少年没人在长叶堡的厨房里煮晚餐了。 她也想知道有谁曾在这里烹饪,但也许还是不清楚的好。 等到火苗逾越地燃烧起来,梅拉便将鱼放了上去,至少这不是人肉馅饼。 鼠厨师烹煮安大尔国王的儿子,外加洋葱,胡萝卜和蘑菇,做成了一个大馅饼,再撒上胡椒与盐,搭配bacon肉,暗红色的多恩葡萄酒。 馅饼盛给了孩子的父亲,父亲赞起美味,并叫厨师再来一块。 后来,猪神把厨师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白老鼠,只能吃自己的小孩。 从那以后,他就在长叶堡内游荡,吞食子孙,但饥饿感却永远无法满足。 猪神不是因为谋杀而诅咒他,老奶妈说。 也不是因为给安大尔国王吃他自己儿子做的馅饼。 一个人有权复仇,但杀害自家屋檐下的宾客,践踏宾客权利, 猪神绝不原谅。 该睡觉了,吃饱之后,酒剑严肃地说。 火苗烧得很微弱,他用棍子剥了剥。 也许我会再做绿色之梦,为我们指引方向。 欧德早已拳起身子,低声打酣。 他不时在斗篷底下翻身,轻声乌叶,也许在说欧德吧。 布兰扭动着靠近火堆,温暖的热气让他感觉很舒服。 轻微的琵琶声令他心安,但他始终睡不着。 外面的风将枯叶大军吹过庭院,轻轻地刮擦门窗。 他又联想起老奶妈的故事,几乎听到了守卫的鬼魂在长城顶上摇响呼应, 吹响幽灵战号。 苍白的月光,斜斜地投射进拱顶上的洞,照亮了渔良木那拼命伸展的枝茶。 那棵树看起来似乎企图抓住月亮,将它拖进井里。 远古诸神,布兰祈祷着。 如果你们听得见,今晚请不要让我做梦。 即使非做不可,也做一个好梦。 诸神没有回答。 布兰让自己闭上眼睛。 也许真的睡过一会儿, 也许不过是迷迷糊糊的犯困, 游离在半梦半醒之间, 努力不去想风符、数厨师以及夜间出没的鬼怪。 然后, 听到了声音。 他立刻睁开双目。 那是什么? 他屏住了呼吸。 在做梦吗? 在做一个愚蠢的噩梦? 他不想为一个噩梦叫醒梅拉和纠结。 但是, 听! 轻微的摩擦。 远处。 树叶。 是树叶在外墙上泼缩以及相互摩擦发出的瑟瑟声。 或者是风? 很可能是风。 但那声音并非来自外面。 布兰胳膊上寒毛直树。 那声音在里面, 就在我们中间, 而且越来越响。 他单肘撑起身子, 仔细聆听。 确实有风声, 有树叶声, 但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种脚步声。 有什么人正在朝这里走来, 有什么东西正朝这里走来。 不会是那些守卫。 他心想, 他们从不离开长城, 但长叶堡里可能有别的鬼魂呢, 更可怕的鬼魂。 记得老奶妈讲过, 风服如何脱下靴子, 赤着脚在黑暗中游荡于城堡的各个厅内, 不发出任何声响, 不让任何人知晓, 除非你见到他从斧子, 手肘和湿乎乎的红胡子尖上, 滴下的鲜血。 这可能不是风服, 而是那夜间出没的妖怪。 据老奶妈说, 小学徒们统统见过妖怪, 但当报告总司令的时候, 每个人的描述有多不一样。 接着, 一年之内, 死了三个学徒, 第四个, 发了疯。 一百年后, 那妖怪再次出现, 人们看到小学徒们步履蹒跚, 拴着锁链, 跟在妖怪的后面。 然而这不过是故事, 自己吓自己, 没有什么夜间出没的妖怪。 鲁温学士说, 即使真有那样的东西, 也早已从世界上消失, 好比巨人和龙。 它不存在了, 布兰心想, 然而声音越来越响。 它是从井里传出来的。 布兰陡然意识到了, 这让他怕得厉害。 有什么东西正从地底上来, 从黑暗中出现? 浩德唤醒了它, 用那块愚蠢的石片唤醒了它, 现在它上来了。 浩德的憨声, 和布兰自己的心跳, 使他很难听得清楚。 那是血, 从斧子上滴落的声音吗? 有没有幽灵锁链, 遥远微弱的撞击声呢? 布兰更仔细地听着。 脚步声, 那绝对是脚步声, 一下比一下响, 但布兰无法分辨有多少下。 声音在井里回荡, 没有一旁的滴水或者锁链声, 但是有高抗尖细的乌液, 沉重压抑的呼吸, 仿佛一个人处在痛苦之中, 脚步声最小, 脚步声越来越近。 布兰吓得都不敢喊, 火堆已经烧成了若干微弱的余境, 而朋友们睡得正香甜。 布兰几乎要溜出自己的身躯, 进入狼的体内, 但夏天远在树里之外, 而他不能把朋友们无助地丢在黑暗之中, 面对井里出来的莫名东西。 我告诉过他们不要来这儿, 他悲哀地想, 我告诉过他们这儿有鬼魂, 我告诉过他们应该去黑城堡。 那脚步声很是沉重, 缓慢, 迟滞, 摩擦着石头。 它一定十分巨大。 在老奶妈的故事中, 风斧是大个子, 而黑夜里出没的妖怪更加硕大。 从前在临东城, 桑莎告诉他, 如果躲进被子底下, 黑暗中的恶魔就找不到人。 现在布兰差点这么做了, 随即他想起自己是个王子, 几乎就要长大成人了。 布兰在地板上蠕动, 拖着那双无力的腿, 直至碰到梅拉。 梅拉立刻醒了过来。 没有谁醒得有梅拉离得那样快, 没有谁像她这般高度警觉。 布兰将一根手指按到嘴上, 示意不要说话。 梅拉立刻听见了声音。 布兰可以从梅拉的脸上看出来。 回荡的脚步, 微弱的乌液, 沉重地呼吸。 梅拉一声不吭地拿起武器, 右手抓着三叉不挖毛, 收拢地锁网悬在左手, 她光着脚悄悄地走向那口井。 九剑仍在熟睡, 对周遭变故毫无知觉, 而我都边身影边翻身, 显得很不踏实。 梅拉在阴影之中移动, 绕开月光, 像猫一般安静。 布兰盯着它, 发现连自己都很难察觉毛上反射的微弱闪光。 我不能让它独自跟妖怪搏斗, 她心想, 夏天在远处, 但是, 它溜出了自己的躯体, 进入了很多体内。 跟进入夏天不同, 进入夏天太容易, 现在布兰连想都不用想。 而这样更困难, 就像往右脚套左脚穿的鞋, 怎么也不合适, 而且这鞋很害怕, 这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拼命要把脚推开。 布兰尝到, 噢的嗓子里乌乌的味道, 几乎厌恶的像逃离, 但它不能, 反而挣扎着坐了起来, 双腿收至身下, 那是一双壮硕的腿, 然后站立起来。 我能站了? 它跨出了一步, 我能走了? 这感觉如此怪异, 差点当即摔倒。 它看到自己就躺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 一个小小的残疾, 然而它现在不是残疾。 它抓脚躲得长剑, 井里的呼吸声 已经变得跟铁匠的风箱 一样地响了。 突然, 一声嚎哭, 如同匕首 穿透了全身。 黑暗中, 巨大的影子 钻了上来, 歪歪扭扭地 撞进月光之中。 恐惧 从布兰心中 油然升起 如此地强烈, 以至于它发现自己 又躺回了地板, 而吼得, 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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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当日 湖中塔上 雷电闪耀之时。 但, 那黑暗中 出没的妖怪 也跟着惨叫, 在梅拉的锁网内 狂乱地翻腾, 布兰看到 长矛 从黑暗中 猛刺而去, 那东西 亮亮呛呛地跌倒, 不断地挣扎, 嚎哭声 仍从井内传出来, 甚至更响了。 地上那团 黑乎乎的东西 一边翻滚抵抗, 一边尖叫, 不要, 不, 求求你, 不要, 梅拉站在上方, 银色的月光 在捕蛙毛尖端闪烁, 你是谁? 他提问, 我, 我是山姆, 黑乎乎的东西抽气着, 山姆, 山姆, 我是山姆, 放我出来, 你刺疼了我了。 他在月光下打滚, 在梅拉那张 纠结在一起的锁网中 吓扑腾, 而尾德还在喊, 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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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纠结把枝条 加入火堆之中, 吹气使得火苗 重新 噼噼啪啪地窜起来, 有了光线, 不难看到 井边 是个苍白的女孩, 面旁消瘦, 全身 裹在 瘦皮里, 披着一件 大黑斗篷 正在试图让怀中的婴儿 停止好哭 地上的东西 隔着网摸匕首 可惜网眼太小 他做不到 他不是妖怪 也不是浑身低血的风服 只不过是个大胖子 穿着黑色羊毛布衣服 外加黑毛皮 黑皮革 黑锁甲 他是个黑衣弟兄 布兰说 梅拉 他来自守夜人军团 奥德 奥德蹲下身子 窥视着网中人 奥德 他又大声说 黑衣弟兄 对 胖子仍像风箱一样的喘气 我是守夜人的一员 他的下巴上缠了根网线 迫使他抬头 其他的线则深深地嵌入脸颊 我是乌鸦 求求你 把我放出来呀 布兰突然变得不大确定 你是三眼乌鸦吗 他不可能是三眼乌鸦呀 嗯 我想 不是 胖子转动眼珠 只有两颗眼珠 嗯 我是山姆 山姆威尔塔利 放我出来 他弄疼我了 他又开始挣扎 梅拉厌恶地哼了一声 别乱动 如果扯坏了我的网 我就把你扔回井里去 躺着别动 我替你解开 你是谁 九剑问了抱婴儿的女孩 吉利 那女孩说 用紫罗兰花起的名 她是山姆 我们没想吓唬人 吉利摇晃着婴儿 柔声低语 终于制止了孩子的好哭 梅拉 为肥胖的黑衣弟兄 解枉锁 纠剑走到井边 向下窥视 你们从哪来的 从卡斯特堡垒 女孩说 你是 那个人吗 纠剑转身 看着女孩 哪个人 她说 山姆 不是那个人 她解释 有另一个 她被派来 寻找那个人 谁说的 布兰问 冷手 吉利 轻轻地回答 梅拉掀开锁网的一端 胖子坐了起来 她在颤抖 布兰发现 而且 她仍然拼命地喘气 大叔 这儿会有人 他长长地 虚了一口气 城堡里 有人 但我不知道 你们就在楼梯顶上 不知道 你们会扔出一张网 还戳我肚子 他用戴黑手套的手 摸摸腹部 有没有流血 我看不见 没有那么严重 只想把你捅倒而已 梅拉说 来 让我看看 她单膝跪了下来 触摸 山姆的肚群周围 梅拉说 你穿着锁甲呢 根本连皮都没破 可可还是很疼 山抱怨着 你真的是守夜人的弟兄 胖子 胖子 点点头 下巴 微微颤动 他的皮肤看起来 苍白而松弛 嗯 我只是个 事务员 负责召看 摩尔蒙总司令的 乌鸦 片刻之间 他似乎要哭出来了 但是我在仙明拳风 把他们弄丢了 都是我的错 我还迷了路 连长城都找不到 它有一百里隔长 七百尺高 我居然找不到 你已经找到了 梅拉说 把屁股抬起来 我要收网 你怎么穿过长城的 山姆挣扎起身时 纠箭问 这口井 是否通往某条地下河 然后可以过来 可是你身上一点也不湿啊 嗯 这里有道门 胖子山姆说 一道暗门 跟长城本身一样古老 被称为黑门 丽的姐弟 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能在井底下 找到这座门吗 纠箭问 山姆摇了摇头 你们不行 嗯 得由我带路 为什么 梅拉想知道 如果确实有道门 你们找不到 嗯 即使找到了 它也不会开 不会为你们而开 那乃是黑门 山姆揪了就褪色的黑色羊毛布衣袖 他说过 只有守夜人的汉子能够打开 需要一个发下誓言的弟兄 他 九箭皱起眉头 那个 冷手 那并非他的真名 鸡里边说 便摇晃着孩子 只是我们 山姆和我 为他起的外号 他的手冷得像冰 但他和那些乌鸦 从死人手里 把我们拯救出来 还让我们 骑在迷路背上 来到这里 迷路 布兰惊讶不已 迷路 梅拉难以置信 乌鸦 九箭说 欧多 欧多说 它是绿色的吗 布兰想知道 有没有长脚呢 胖子也困惑起来 呃 你是指 迷路吗 冷手了 布兰 不耐烦地说 绿人 骑迷路 老奶妈说 他们甚至会长脚 呃 他不是绿人 他穿着黑衣服 就像个守夜人弟兄 但是 皮肤同尸鬼一样的苍白 而且双手 冷如悬兵 一开始我很害怕 然而尸鬼有蓝色的眼睛 也不会说话 呃 或许 根本就忘记了该怎样说话了 可他不同 胖子转向纠件 他等在那里呢 我们走吧 你们有更暖和的东西穿吗 黑门很冷 长城另一边更冷 你们 他为什么不跟你一同过来呢 梅拉朝机里和婴儿 比划了一下 他俩都能过来 为何他没有呢 你为什么不带他过这道黑门呢 他 嗯 他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 长城 据他说 长城不仅是冰和石头 其中编织了魔法 古老而强大的魔法 他无法穿越长城 城堡厨房突然变得十分宁静 不难可以听见火焰轻微的琵琶声 夜风吹动树叶 身上月亮的细瘦鱼梁木 吱吱嘎嘎 对面 为怪兽 巨人族 和石狮鬼的住所 布兰 布兰想起了老奶妈的话 但只要长城 牢牢处立 他们就都过不来 快睡吧 我的小布兰等 宝贝 你无需害怕 这边 没有怪兽 我不是你要带过去的人 纠件力地告诉胖子山姆 对方的黑衣 松松垮垮 沾满了屋子 他才是 哦 山姆低着头 不大确定地看着布兰 也许这时才意识到 布兰是残废 我不 不够强壮 背不动你 我 我都可以背我 布兰指指篮子 我坐在里面 在他背上 山姆盯着他瞧 你是 秦文雪诺的弟弟 那个最楼的 不 纠件说 那孩子死了 别说出去 布兰警告着 拜托 山姆 疑惑了片刻 但最后说 我 我可以保守秘密 吉利 也可以 他望向女孩 那女孩 点点头 秦文 秦文 秦文也是 我的兄弟 是我迄今为止 最好的朋友 但是他跟 段长 柯林 去 双血之牙 侦查 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在 鲜明 拳风等 他 然 然后 秦文就在附近 布兰说 夏天 看到他了 他跟一群野人 在一起 但他们杀了一个人 于是秦文 躲马逃走 我敢打赌 他回黑城堡去了 山姆 瞪大眼睛 望向梅拉 你肯定那是秦文 你看到他了 我是梅拉 梅拉 轻笑着 夏天时 一个阴影 脱离了残破的宫顶 穿过月光 跳江下来 即使一条腿受了伤 那冰原狼落地的时候 仍然轻盈 犹如飘雪 女孩激励发出了一声惊呼 牢牢地抱住婴儿 抱得如此之紧 以至于孩子 又好哭了起来 他不会伤害你的 布兰说 他就是夏天 秦文说 你们都有狼 山姆摘下手套 我认识白铃 他伸出颤抖的手 指头又白又软 胖得像小香肠 夏天 夏天走进 秀了秀 然后 舔了舔 那只手 这时 布兰 下定决心 我们跟你走 你们所有人 山姆 似乎很吃惊 梅拉 揉了揉 布兰的头发 他是我们的王子 夏天 围着井转圈 秀来秀去 然后停在第一个阶梯上 回头望向不拦 他也想去 如果我把吉利留在这儿 到回来之前 他会安全吗 山姆询问着 应该没问题 梅拉说 他可以享用我们的火堆 九箭确认着 城堡是空的 没有人 吉利环顾四周 卡斯特跟我们讲过城堡 但是我不晓得它有这么大 这不过是厨房 布兰不知道 这女孩看到临东城会怎么想 如果真能看到的话 他们花了点时间收拾 然后把布兰放进 蚪朵背上的六条筐里 等准备好出发时 吉利已经坐在火堆旁 给婴儿喂奶了 你要回来找我呀 他告诉山姆 我会尽快回来的 山姆承诺着 然后我们去暖和的地方 布兰听到这话 不禁怀疑自己在做什么 我还能再去暖和的地方吗 我认识路 我走前面 山姆在顶上 犹豫不决 实在太多阶梯了 他叹了口气 开始往下走 纠键紧跟在后 接着是夏天 然后是 背着布兰的 没拉点后 手中拿着捕蛙毛和锁网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 井的顶端沐浴在月光中 但每转一圈 它就会变得更加狭小 更加暗淡 他们的脚步声 在潮湿的石头之间回荡 水声也越来越响 我们是不是该点火炬 纠键问 哦 不用 眼睛会调节适应 山姆说 一只手扶着墙 就不会掉下去 每转一圈 井变得更加黑暗 更加凄冷 但布兰终于抬头 望向上方的时候 井口已不到半个月亮大了 哦嘟 哦嘟 低声说 哦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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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也轻声回应 哦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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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声进了 但布兰向下窥视 只看到黑暗 又转了一两圈 山姆突然停了下来 此时他离布兰和霍德四分之一远周 在下方约六尺处 然而布兰几乎看不见他人 但布兰看得见那道门 山姆口中的黑门 那门根本不是黑的 白色的鱼梁木 上面有一张脸 木头散发出光芒 好似牛奶与月光的混合 如此微弱 除开门本身 几乎不能照亮任何东西 连站在他跟前的山姆 也是漆黑一团 那张脸 苍白 古老 满是皱褶 死气沉沉 嘴紧闭着 眼也紧闭着 脸颊塌陷 额头枯别 下巴松弛 要是一个人活上一千岁都死不了 只是越来越老 那么他的脸最后就会像这个样 门 轻声地呼应着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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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黑暗中的利剑 山姆维尔塔里说 长城上的守卫 抵御寒冷的烈焰 破晓时分的光线 唤醒绵者的号角 守护王国的 箭矢的盾牌 去吧 那扇门说 他的嘴唇张开了 越张越大 越张越大 直到最后 除了一圈 被皱褶包围的大嘴 什么也没有剩下 山姆 嚷到一边 挥手是以九颈 通过 夏天 跟在后面 边袖边走 然后 轮到布兰 欧队弯下腰 但弯得不够低 结果 门的上眼 轻轻擦过 布兰的头顶 一滴水 落在脸上 沿着鼻子 缓缓流淌 它带有 奇特的温热 咸 咸 如泪水 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咪林的规模 犹如阿斯塔布和冤凯相加 跟她的姐妹城一样 她由砖块组成 然而 阿斯塔布是红色 冤凯是黄色 咪林 却有多种颜色 她的城墙 比冤凯高 且修缮更好 布满了各种碉堡 每个转角 都有高大的防御塔 做掩护 墙垒之后 一座巨型金字塔 直指天空 那是座 八百尺高的庞然大物 顶端 耸立着一个 阴身女妖 青铜像 阴身女妖 是懦弱的东西 达里奥 纳哈利斯看到以后 评论着 女人的心 和小鸡的腿 难怪她的子孙们 都躲在城墙后面 但 护城英雄 并没有躲藏 她从城门里出来 身穿黄铜 与黑玉的鳞甲 胯下 骑一匹白色战马 马铠甲的颜色 乃是粉白条纹 正跟英雄尖头的 撕披风匹配 她擎着一根 十四尺长的 有着粉白 螺旋装饰的长枪 上了油的头发 打造 梳理成了两个 巨大弯曲的羊角 她在踩砖城墙下 来回驰骑 发出挑战 要求工程者 派一名勇士 上前跟她 一决此凶 丹尼丽丝的血蒙味们 热血沸腾 想要上去会她 甚至 为这个机会 彼此争斗 无血之血 丹尼丽丽丝告诉他们 你们的岗位在这里 在我身边 此人是一只嗡嗡叫的苍蝇 无需理会 他很快就会离开的 阿格 乔格 和拉克罗 虽然勇敢 毕竟年轻 且十分珍贵 不能拿去冒险 他们能聚合 丹尼丽丝的卡拉萨 也是丹尼丽丝 最好的赤猴 很明智 同在大仗跟前观望的 乔拉爵士说 就让那蠢货 来回奔跑叫嚣 一直跑到马瘸了腿吧 对我们没有害处 大大有害 白胡子阿斯坦强调着 两军相遇 并非单靠剑与毛爵声 爵士先生 还有士气的因素 总有一边会先崩溃 逃窜 而另一边支撑到最后 此人在他们自己人心中 筑起了勇气 朝我军部队拨下了怀疑的种子 乔拉爵士 嗤之以鼻 如果我们派出的人战败了 那会拨下什么样的种子呢 惧怕战斗 便无法获胜 爵士 我根本没有讨论战斗的问题 听着 就算那蠢货失败了 迷邻的城门也不会打开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 拿一条性命去冒险呢 依照我的观点 这是为了荣誉 够了 丹尼丽丝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无暇听他们争执 而迷邻的手段远不止一个 粉白相见高声辱骂的 护城英雄 丹尼丽丝不能分心 冤凯一役之后 队伍达到了八万多人 但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战士 其余的 乔拉绝是称之为 会走路的嘴巴 而此刻激紧的前景 深深笼罩着 迷邻的围主大人们 在丹尼丽丝进军之前 就全面撤退 兼臂清野 收割了所有可以收割的粮食 无法收割的 就烧掉 焦黑的农田 与投过毒的水井 随处可见 最糟的是 沿冤凯而来的海岸大道 每个里程柱上都定了一名铜奴 他们是被活生生的定上去的 肠子挂在外面 伸直一条手臂指向迷邻的方向 达里奥担任先锋 他要不对在丹尼丽丝看见之前 就将那些孩子放下来 但丹尼丽丝听说之后 取消了这个命令 我要看着他们 他说 看清楚每一个 看清楚他们的脸 并计算数目 我要记住他们 等来到 坐落在河边 沿浅海岸上的迷邻 丹尼丽丝数到了163 我一定要夺下这座城市 丹尼丽丝再度向自己发誓 粉白相见的护城英雄 辱骂了一个钟头 嘲笑围城者们不是男人 嘲笑对方的母亲 妻子和神灵 迷邻的守军则在城上喝彩助威 他名叫 欧兹纳克佐帕尔 召开军事会议之后 布朗本普林告诉丹尼丽丝 此人是赤子团的新任团长 由佣兵同伴们选举产生 我加入赤子团之前 曾是他叔叔的贴身护卫 这批为主大人 哼 统统都是肥蛆虫 女的还不错 假如你没有以不合适的方式 去看不合适的主的话 那会当即赔上性命 我有一个 叫斯卡波的朋友 就被这个欧兹纳克 活生生的挖出了肝脏 他声称斯卡波 用眼睛强暴了某位女士 而此行是为了 维护对方的荣誉 我问问你 眼睛怎么能强暴人呢 反正他叔叔在 迷林城里头最为富有 而他的父亲 指挥着城防卫队 所以 我在也被他害死之前 像老鼠一样的逃跑了 他们看着 欧兹纳克左帕尔 翻下白色战马 脱掉外袍 拉出那玩意 大致朝着烧焦了的橄榄树林 也就是 达尼里斯的金杖所在地 撒尿 见他得意洋洋 达尼尔 纳克里斯手提 要拿个弯刀 跳上了战马 要我把那东西搁下来 塞进他嘴里吗 陛下 他的金牙 在分叉的蓝胡子中间 闪闪发光 我要他的城市 不要他那 微不足道的玩意儿 然而丹尼里斯开始生气了 如果再不理不睬 便会被子民视为软弱 可派谁去呢 达尼尔 跟血蒙卫一样的重要 没有这一桩华丽的泰洛西人 便无法掌握抱鸭团 他们中间 许多人曾经是 普兰达 纳基森 和光头撒落的追随者 迷邻高高的城墙上 嘲笑声愈发响亮 数百名守军 也学着护城英雄的样 从墙壘间往下撒尿 以示 蔑视 他们侮辱奴隶 来夸耀勇气 丹尼里斯心想 如果城外是多斯拉克卡拉萨 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做 必须应战 阿斯坦再次强调 对 丹尼里斯说 此时护城英雄将他的那玩意儿收了起来 传壮汉 贝沃斯 高大的棕色皮肤烟人 在大仗阴影下吃腊肠 听罢传令 他三口吃完 有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便让白胡子阿斯坦去取武器 年迈的是从 每晚打磨主人的亚拉克弯刀 并用鲜红的油擦拭 等刀拿来 壮汉贝沃斯顺着风口斜斜地看了一眼 嘟弄了一声 把其插回了皮革翘中 然后把剑袋系在宽大的腰间 阿斯坦将盾牌也拿来了 这是个铁制的小圆盘 跟馅饼盘子差不多大 壮汉贝沃斯用左手抓着 而非按照威斯托勒战士的习惯 把他绑在前臂上 准备洋葱和干 白胡子 贝沃斯说 不是现在吃 待会儿再吃 杀人让壮汉贝沃斯肚子饿 他不再回答 便拖着沉重的步伐 从橄榄树林里出来 朝着奥斯纳克左趴尔而去 干嘛派他 卡里希 拉克罗发问 这家伙又胖又笨 壮汉贝沃斯 曾是此地斗技场的奴隶 若出身名门的奥斯纳克 败在这样一个人手上 会让为主大人们大大蒙羞 即便是打胜了 对于地位相差 如此悬殊的他们而言 也毫无价值 迷邻人 不能引以为豪 此外 跟乔拉爵士 达了 布朗本和三名血蒙卫不同 壮汉贝沃斯并没有带领部队 拟定计划 或者提供建言的能力 他除了大吃大喝 自吹自擂 和冲着阿斯坦吼叫 什么也不干 贝沃斯是最容易舍弃的棋子 到了掂量掂量伊利利尔总督 给丹尼利斯派来的保护者的时候 贝沃斯踏着沉重缓慢的步伐 朝前走去 机器工程队伍一阵欢呼 而迷邻的城墙和高塔上 则传来叫嚣 嘲笑 欧子纳克·佐帕尔重新上马 挺起那柄螺旋花纹的长枪 战马不耐烦地摇晃着脑袋 一蹄子扒着沙地 虽然壮汉贝沃斯身形巨大 但与人马相较 却显得渺小 要是有骑士精神就该下马 阿斯坦说 欧子纳克·佐帕尔 端平长枪 发起冲锋 贝沃斯停下脚步 两腿插开 一手拿着小圆盾 一手握着阿斯坦精心护理的 那把亚拉克弯刀 黄丝肚兜 遮不住硕大的棕色肚皮 和松垂的胸膛 除了小的离谱的香丁疲惫心 他没穿甲皱 甚至连乳头都暴露在外面 我们应该给他锁甲 丹尼利斯突然感到很不安 没有必要 锁甲只会减慢速度 扎拉爵士说 斗技场里是不穿铠甲的 观众要看流血 白色战马 蹄子泛起尘埃 载着欧斯纳克 雷鸣般地朝着壮汉 贝沃斯奔来 斑纹披风 迎风飞舞 整个弥林城尖叫 呐喊 工程方的助威声 相比之下 显得稀稀拉拉 因为主力的无垢者们 保持阵型 沉默战力 跟石头一样 毫无表情 贝沃斯 也仿佛是块石头 硬邦邦地挡住 马的前进路径 他绷紧了宽阔的背 欧斯纳克的长枪 瞄准了他胸膛中央 明亮的铁尖头 在阳光下闪烁 他会被刺个透鲜良的 丹尼里斯心想 就在千军一范之时 壮汉贝沃斯往侧面一转身 眨眼之间便将其手让过 护城英雄圈转了马 抬起了长枪 眼见贝沃斯毫无反击 城墙上的弥林人呼喊得更为响亮了 他在干什么呢 丹尼里斯问 炫耀 喬拉爵士说 欧斯纳克引马绕着 贝沃斯转了一大圈 然后猛踢马刺再次冲锋 贝沃斯又是静静等待 关键时刻一转身 并将长枪头剥开 这一回 当那护城英雄经过的时候 丹尼里斯听见了 壮汉贝沃斯隆隆的笑声 在原野上回答 这枪太长 扎拉爵士说 贝沃斯只需要避开枪尖就行了 哼 那蠢货应该直接朝他骑过去 不要想潇洒地把人挑起来 奥兹纳克索帕尔 第三次发起了冲锋 丹尼里斯清楚地看到 他是朝着贝沃斯的旁边而去的 好比 维斯托勒骑士 在长枪比武中的姿势 并非像多斯拉克人那样 正面冲向第一手 考虑到平整宽阔的地表 虽然可以使得战马能提升速度 却也让太监能够轻易地躲开 那笨重的十四尺长枪 迷林那位粉白相间的护城英雄 试图预估对手的行动 在最后一刻将长枪转向 以赶上壮汉贝沃斯的躲闪 而壮汉贝沃斯早有防备 这一次他向下蹲 而非转向侧面 长枪无害地从头顶掠过 贝沃斯抖的一个翻滚 锋利的亚拉克弯刀 划出了一道银色的弧圈 砍入了马腿 战马尖声思鸣 接着倒了下去 英雄从鞍上滚落 突然的沉默 席卷了迷林的砖头城墙 欢呼雀跃地 变成了丹尼利斯的部下 奥斯纳克跳了一战马 在壮汉贝沃斯来袭之前 拔出长剑 金铁香蕉 鸣响连连 如同暴风骤雨 快得丹尼利斯看不清招式 没过多久 壮汉贝沃斯双辱之下 便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覆满了胸膛 而奥斯纳克的羊角之间 欠了一柄亚拉克弯刀 壮汉贝沃斯用力把刀拔出来 又连着三下门砍 将英雄的手脊与身体分离 他把脑袋高高地提起 给迷林人参观 然后又把脑袋甩向城门 任其在沙地上弹跳滚动 哈哈哈哈哈哈 迷林的英雄不过如此 打了哈哈大笑 没有意义的胜利 乔拉爵士警告着 一次杀一名守卫 并不能赢得城市 是没有意义 丹尼利斯表示赞同 但我很高兴 能宰了这家伙 城上的守军 开始用十字弓 朝贝沃斯射箭 但距离太远 飞时无害地掠过地面 壮汉贝沃斯 转身背对钢尸之鱼 脱掉裤子 蹲下来朝城市的方向 拉了一堆尸 然后用奥斯纳克的扳纹披风 把屁股擦干净 并停留下来搜刮尸体 在蹒跚地走回 橄榄树林之前 让那匹冰死的马 脱离了痛苦 他到达营地的时候 工程者们予以热烈欢迎 丹尼利斯的多斯拉克人 尖声呼叫 而无垢者用长毛鸡盾 震震吭腔 干得好 乔拉爵士称赞着 布朗本扔给太监一个手里子 甜美的果子 庆祝甜美的胜利 甚至 丹尼利斯的多斯拉克女仆们 也说出了一美之词 我们要给你编辫子 并在上面寄灵的 壮汉贝沃斯 机器说 可惜你没有头发 壮汉贝沃斯 不要叮当响的灵的 贝沃斯大口吞下了 布朗本扔来的里子 抛下果盒 壮汉贝沃斯 要洋葱和干 没问题 丹尼利斯说 不过壮汉贝沃斯 负伤了 血从壮汉贝沃斯 乳房下面的伤口流了出来 染红了肚子 那不算什么 我杀人之前 都会给对方一次机会 让他先砍我一下 他拍了拍 血淋淋的肚皮 数一数伤疤 你就知道 壮汉贝沃斯 杀了多少人了 但是丹尼利斯 就因为类似的伤 而失去了 卓格卡尔 他不愿意 听任不管 他连忙派 找来了一个以妙手 回春闻名的冤凯自由人 前来诊治 贝沃斯 吼叫 抱怨 丹尼利斯 责骂他为光头大婴儿 直到对方 肯乖乖的 让医师用醋 给伤口止血 并把伤口缝合起来 然后 用浸了烈酒的布条 包扎 然后 丹尼利斯 才带着将领军官们 进仗开会 我必须 拿下此称 他盘腿 坐在一堆垫子上 三条龙 围绕在旁 衣力和机器 给大家倒酒 他的骨仓 称得满意 他的金字塔平台上 兼满了无花果 椰枣和橄榄 他的地窖里是 桶桶咸鱼和熏肉 他还有大箱大箱的金子 银子和宝石 达了提醒他们 我们可别忘记了那些宝石 我仔细检查过 陆地这一面的城墙 没有任何薄弱点 乔拉摩尔姆爵士说 要是时间充沛 也许能挖通某个塔楼 获得突破口 但是这期间我们吃什么呢 补给已经差不多好光了 陆地这面的城墙 没有薄弱点 丹尼里斯问 米林矗立在沙石脚甲上 褐色的斯卡扎丹河 在此缓缓注入奴隶湾 北城墙沿着河岸伸展 西城墙则靠着海湾 那么意味着 该从河上或海上进攻吗 以三条船进攻 当然 差遣格罗来船长打探 势在必行 但除非河边城墙 崩溃军裂 否则一样是送死 建造工程塔怎么样 我哥哥威塞里斯 讲过类似的故事 可以建造工程塔呀 塔是木造的 陛下 乔拉爵士说 奴隶商人们烧掉了方圆 二十里格之内的每一棵树 没有木头 就不可能有杂碉堡的投石机 潘城墙的梯子 也没有工程塔 龟盾和工程锤 固然可以用斧子攻门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城门上的那些青铜脑袋呢 布朗本普林发问了 一排排长嘴的英生女妖头 那些迷邻人 从他们的嘴里往下倒 烧废了的油 烹住下方的战士 达里亚 那哈里斯 朝着灰虫子微笑 也许该由无垢者来灰斧子 听说废油 对你们而言 跟洗热水澡差不多 这不对 灰虫子 没有回忆笑容 小人们 不像常人那样感受灼痛 但热油足以致忙 甚至要命 然而无垢者不怕死亡 给小人们提供攻城锤 我们要么撞到城门 要么为此而死 你们统统会死的 布朗本说 他于冤凯接过赐子团的指挥权的时候 声称自己是身经百战的老手 但不会夸口 在所有场合都行事英勇 所谓有年长的佣兵 有胆大的佣兵 但没有既年长又胆大的佣兵 丹尼丽丝对此 身以为然 丹尼丽丝叹了口气 我不要白白牺牲 无垢者们的性命 灰虫子 也许可以用饥饿 迫使城里人投降 乔拉爵士有些闷闷不乐 我们会比他们先饿死 陛下 这里没有食物 没有喂马和骡子的饲料 连河里的水也有问题 迷林人把粪便排进 斯卡扎丹河 自己从深井汲取银水 已经有报告成 营地里爆发了疫病 包括高烧 中腿疾和三粒血温 如果继续逗留 还会发生更多的状况 别忘了 奴隶们因为一路行军 而变得身体虚弱了 他们是自由民 丹尼丽丝纠正着 不再是奴隶了 奴隶也好 自由民也罢 反正人在挨饿 很快就会生病 城里的攻击相对充足 而且能够经由水路增补 您的那三条船 无法封锁河流与海洋 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呢 乔拉爵士 您不会喜欢的 我还是想听听 遵命 要我说的话 就放弃这座城市 您无法解放世上 每一个奴隶 卡里西 您的目标是威斯特罗 我没有忘记威斯特罗 丹尼丽丝时时梦到威斯特罗 梦到这片从未见过的传奇之地 但是如果迷隶老旧的砖墙 就能轻易的让我放弃 又如何能够对付威斯特罗 巨大的石头城堡呢 学乙梗的样 乔拉爵士说 用血火征服 等我们到达七大王国 您的龙将会长大 况且也会有资源 营建工程塔和投石机 这里所缺乏的条件 威斯特罗都具备 但我警告您 穿越长下之地的道路 漫长而严酷 充满了未知的艰险 您在阿斯塔伯停留 是为了买下军队 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把好容易积攒下来的实力 留给七大王国吧 女王陛下 把弥林留给弥林人 向西方的潘托斯进发 承认失败 丹尼利斯恼怒地说 诺夫才躲在高墙后面 失败者是他们 卡利西 乔哥扣说 其他的炫萌卫 纷纷表示同意 无邪之邪 拉卡洛说 大家都知道 当诺夫烧掉食物和草料 并躲藏起来的时候 伟大的卡奥就去寻找 真正勇敢的敌手 大家都知道 吉奇一边倒酒 一边表示赞成 我可不知道 丹尼利斯非常重视 爵士的意见 但这样原封不动地放弃弥林 超出了他的忍受范围 他无法忘记 柱子上的儿童 鸟 撕扯着他们的肠子 枯瘦的手臂顺着海岸大道 直向前方 敲拉爵士 你说我们不计将近 若向西方进发 又怎能养活自由民们呢 很抱歉 这做不到 卡利西 他们要么自己养活自己 要么饿死 没错 行军途中许许多多的人 将会死去 很残酷 但没办法 我们迫切需要摆脱这片焦土 穿越红色荒原的时候 丹尼利斯沿途留下了一串尸体 同样的景象 他再也不想见到 不 他说 我不会让我的子民去送死 他们是我的孩子 一定有办法进城 我有一个办法 布朗本 普林捋着灰白相间的斑驳护须 下水道 下水道 什么意思 巨大的砖器下水道 连接着斯卡扎丹河 用来排出城里的废水 对于某些人而言 这也许是进出城市的唯一通道 斯卡波丢掉性命之后 我就是这样逃出迷林的 布朗本 扮了个鬼脸 那味道从不离开人 我时时在晚上梦到 乔拉爵士看上去 将信将疑 在我看来 似乎出来比进取容易 照你的说法 这些下水道通往河里 那不就意味着排泄口 在城墙底部吗 而且有铁炸了封着 布朗本承认 但是有些已经绣穿了 那不然我早就淹死在粪便里了 进去之后需要忍无耐够 要爬很长的一段 穿越漆黑的砖块迷宫 有可能永远出不来 污水从不低于腰部 根据我从墙上看到的痕迹 甚至可能高于头顶 那下面有些东西 有世上最大的老鼠和 更糟糕的 我心急了 哈哈哈哈 达里奥 那哈利斯纵声大笑 跟你爬出来的时候 一样的恶心 算了吧 倘若有人蠢到去尝试 等他钻出来 只怕弥林城里头 所有的奴隶商人 都会闻臭而至 布朗本耸了耸肩 陛下在询问 有没有办法进城 我照实禀报而已 我可不想再下这些硬钩 就算给我七大王国所有的金子 我也不去 不过若是其他的人 想试一试 那么欢迎 阿哥 乔哥和灰虫子 同时想发言 丹尼里斯举手制止 下水道 听起来没有什么希望 他知道 只要发令 灰虫子便会带领着无垢者们 下到阴沟里 他的血蒙味也不会迟疑 但他们都不适合这项任务 多斯拉克是骑马民族 而无垢者的优点在于战场纪律 面对如此渺茫的机会 我能把自己的人 派到黑暗中去送死吗 我考虑考虑 都退下吧 军官们 躬身离去 女仆和龙 留了下来 布朗本离开的时候 维瑟亮展开苍白的翅膀 在他头顶 慵懒地拍打 翅膀扫到了佣兵的脸 白龙笨拙地 一只脚落在他头上 另一只踩在他肩膀上 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再次飞离 他喜欢你 本 丹尼里斯说 很有可能 布朗本哈哈大笑 要知道本人有一点 真龙血脉 你 丹尼里斯 很是吃惊 布朗本 普林是个老佣兵 好脾气的混血 有一张棕色的宽脸 断裂的鼻子 浓密的灰发 和多斯拉克母亲 遗传的一双黑色杏仁大眼 声称自己同时具有 布拉佛斯圣夏群岛 一般 赫霍尔 多斯拉克 多温 及维斯特罗的血统 但这是丹尼里斯 头一次听说 这其中还包括 坦格利安血脉 丹尼里斯 探寻似的 望着他 怎么可能 啊 布朗本说 曾经有一位 生活在日落国度的 额普龙先祖 跟龙公主结亲 这是奶奶告诉我的故事 她活在 伊耿国王时代 哪位伊耿国王 丹尼里斯问 曾有五位伊耿 统治维斯特罗 她哥哥的儿子 应是第六位 但篡夺者的手下 将那孩子 撞死在墙上了 五位 那么多 哦 真够乱的 我不知道是第几位 女王陛下 但这老普龙 是大领主 当时传得沸沸扬扬 请陛下原谅 他那玩意儿 有六尺之长 丹尼里斯 笑了起来 发便里 三个铃铛 清脆地碰下 你是说 六寸吧 六尺 布朗本 肯定地回答 要是六寸 别人还关注个什么呢 陛下 丹尼里斯 像小女孩似的 咯咯 娇笑起来 呃 这一奇观 是你奶奶亲眼 见到的吗 呃 那可不对 呃 老太太 一半是一般人 一半是 可活人 没有到过 维斯特罗 这一定是我 祖父 告诉她的 而我出生之前 我的祖父 呃 就被 托斯拉克人杀了 你祖父 又是从哪里 得知的呢 呃 我猜是 吃奶的时候 听说的 故事之一吧 呵呵呵 布朗本 耸了耸肩 呃 关于不知哪一事的 伊耿国王和 劳普朗大人的 那玩意儿 恐怕我就知道 这些了 呃 陛下我得去照料 赐子团了 去吧 丹尼里斯 吩咐着 布朗本 离去之后 他躺回垫子上 倘若你已经长大 他一边 对啄梗 说话 一边挠着 啄梗的双脚之间 我就能骑着你 飞跃成墙 把那只鹰身女妖 融成废铜 渣子 但是 还需要好多年 他的龙 才能长大 到可骑成的地步 他们长成之后 将由谁来骑呢 龙有三头 而我只是一个 丹尼里斯 想到了 达了 要是真的 有哪个男人 能用眼睛 强暴女人 丹尼里斯 有些心虚 军官们前来 开会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 偷眼 看了 泰勒西人 记起 达里奥 微笑时 闪烁的金牙 除此之外 还有他的眼睛 那双明亮的 蓝眼睛 从渊凯 一路过来 达里奥 每晚 汇报的时候 都会带来 一朵花 或一根植物的枝条 他说 这是为了帮 丹尼里斯 了解 这片土地 那些植物有 蜂柳 黑蔷薇 野薄荷 侍女蕾丝 匕首叶 金雀花 刺蜡木 金鹰腰 他还试图 让我免于目睹 那些死去的儿童 他不该那么做 但的确是 出自好心 达里奥 拿哈里斯 能让丹尼里斯 欢笑 而骑士 乔拉 从来没有 他试图想象 如果允许 达里奥 吻自己 会是什么样 就像乔拉爵士 在船上 那样的吻 这想法 既让丹尼里斯 兴奋 又令他不安 风险 太大了 不用别人提醒 他也清楚 泰鲁西 拥兵并不简单 在微笑 与俏皮画背后 他危险 乃至于残忍 沙洛 跟普兰达 早上还是他的同伴 夜里就被他割下人头 献出 可是 朱格卡奥也很残忍 而且是全天下最危险的人 但丹尼里斯还是爱上了朱格卡奥 我能爱上达里奥吗 若与他同床 意味着什么呢 那会让他成为三个龙头之一吗 丹尼里斯知道 乔拉爵士会生气 然而他不是说 我可以有两个丈夫吗 也许我跟他们两个结婚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这些是愚蠢的念头 丹尼里斯有一座 坚固的城需要功课 终日梦想亲吻 和拥兵明亮的蓝眼睛 并不能帮自己突破 迷零的墙壁 我是真龙船人 丹尼里斯提醒着自己 思绪却不断地回旋 好似老鼠追逐着自己的尾巴 突然之间 他再也无法忍受 大帐里封闭的空间 我想要微风拂面的感觉 我想闻到海洋的气息 米桑黛 他喊着 给银马上安 并备好你自己的坐骑 小文书鞠了一躬 遵命 陛下 要不要传唤迅蒙卫 我不打算离开营地 带上阿斯坦就行了 在孩子们中间 无需刻意防范 而老侍从 既不会像贝沃斯那样多嘴 又不会如达里尔那样看他 大帐所在的烧焦了的橄榄树林 临着海边 位于多斯拉克人营地和无垢者营地之间 坐骑 安倍 妥当之后 丹尼丽丝和同伴们沿着海岸线出发了 背对城市而行 即便如此 他也能感觉到 迷林在身后 发出了嘲笑 回头看去 他就矗立着那 午后的太阳 在大金字塔顶的青铜阴森女妖像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很快 奴隶商人们就会穿上带流苏的托卡长袍 斜椅着椅子 享用羊羔 橄榄 狗胎 蜂蜜 睡鼠 诸如此类的佳肴 然而城外 丹尼丽丝的孩子们却在挨饿 突如其来的暴怒 充斥全身 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他发誓 骑过燕人营地周围的尖庄和壕沟的时候 丹尼丽丝听见灰虫子和他的士官们正操练一队士兵 掌握短剑盾牌和沉重的长矛 另一队人裹着白色的蝉腰布在海里洗澡 丹尼丽丝注意到燕人们非常爱清洁 和余兵大不一样 他手下的某些人闻起来 好像自打他父亲失去铁王座之后 就没有洗澡或者换衣服似的 与之相对 无垢者们 即便经过了一整天的行军 仍坚持每晚都洗 当无水可用时 就按照多斯拉克人的方法 用沙子来清洁自己 见到他经过 燕人们纷纷跪下 并捏紧拳头置于胸前 以示尽意 丹尼丽丝一一回礼 此刻正是涨潮时分 海浪在银马脚边 泛起阵阵泡沫 丹尼丽丝看到 自己的船停在外海 贝勒利安号离得最近 这艘大商船曾经叫做塞多利昂号 他把番收了起来 远处是华奖船 米拉西斯号和瓦克哈尔号 这两艘船以前分别叫做 戏血约索号和夏日之阳号 他们实际上属于伊利利欧总督 根本不是丹尼丽丝的 然而他不假思索的 便给这几艘船起了新名字 龙的名字 而且不止于此 在毁灭来临之前的古瓦雷利亚 贝勒利安 米拉克斯和瓦克哈尔 都是神奇 整齐的木桩豪沟 以及烟人们操练洗澡的区域以南 就是自由民的营地了 一个远为嘈杂混乱之所 丹尼丽丝已经尽可能地 用取自阿斯塔伯和冤凯的武器 将前奴隶们武装起来 乔拉爵士则把能作战的人员 整编为四个大队 然而此时 丹尼丽丝丝丝丝丝毫没有发现操练的迹象 一个燃烧浮墓的火堆旁 上百人围聚在一起烧烤马的尸体 他闻到了肉的味道 听到男孩转动马身时 脂肪发出的嘶嘶声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孩子们跟在马后面奔跑 欢笑雀跃 这里没有尽力 自由民们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语言 从四面八方向他呼喊 有的向他致敬 称他为母亲 有的请求恩赏与帮助 有的向陌生的神奇祈祷 为他祝福 有的却要他祝福他们 他左右顾盼 朝他们微笑 触碰举起的手 并任由下跪的人 摸他的马凳和腿 许多自由民相信 触碰他会带来好运 如果有助于给他们勇气 就让他们碰吧 丹尼丽丝心想 前路充满了未知的艰险 丹尼丽丝停下来 跟一位想让龙之母 为自己的婴儿命名的孕妇说话 忽然有人抓住了他的左手腕 他回身撇见了一个衣衫蓝褛的高大男子 那人剃了个光头 脸颅被太阳晒得又黑 别太使劲啊 丹尼丽丽丝还来不及说完 便被对方拽下了坐骑 地面迎面扑来 撞得他窒息 银马丝鸣地向后退去 丹尼丽丝头晕眼花 翻了个身 用胳膊肘把自己撑起来 然后 他就看见了一柄明晃晃的钢剑 背心弃异的母猪 那人说 我早就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来让人们亲吻你的腿 他的脑袋光得像南瓜 正在褪皮的鼻子红红的 但丹尼丽丝认得 那声音和那双淡绿色的眼睛 献割你的奶头 丹尼丽丝隐隐约约的意识到 弥桑黛在大声呼救 一个自由民冲上前来 但只跨了一步 剑光闪烁 他便跪倒在地 血从脸上流淌下来 梅罗在马库上擦了擦剑 下一个是谁 我 白胡子阿斯坦跳下坐骑 站到丹尼丽丝前面 手里握着长长的硬木拐杖 闲色的海风 掀动着他雪白的头发 老爹 梅罗说 快滚吧 免得我把你的拐杖折成两截 捅你的 老人以拐杖一端阳弓 然后收了回来 另一端猛然出击 快的让丹尼丽丽丝无法相信 太坦斯生子摇摇晃晃的退到海中 被打烂了的嘴里吐出了鲜血和几颗碎牙 白胡子把丹尼丽丝挡在身后 梅罗用剑劈向他的脸 老人急速退后 灵猫一般的训捷 这一回拐杖狠狠地击中了梅罗的肋骨 使得他步履蹒跚 阿斯坦发起了反击 他踩着水花侧移 架住了一击回旋坎 闪过了第二下 又截下了披向中路的第三招 他们的动作如此之快 丹尼丽丝几乎看不清楚 米桑德把丹尼丽丝拉了起来 只听得咔嚓一声响 丹尼丽丝以为 阿斯坦的拐杖断了 结果却发现 梅罗小腿上伸出了参差不齐的骨头 泰坦斯生子倒下的时候 奋力扭动往前一探 直刺老人的胸口 白胡子轻蔑地将兵器拨开 并用拐杖的另一端 猛击大个子的太阳穴 梅罗瘫倒在地 海浪向他涌来 而他嘴里冒出了血泡 不一会儿 自由民们也蜂拥而至 用尖刀石块和愤怒的拳头 淹没了他 丹尼丽丝转过头去 阵阵恶心 他现在比事发的时候 更害怕 他差点杀了我 陛下 阿斯坦跪倒在地 我老不中用了 实在羞愧 不该让他有机会靠近您的 这都是我的过失 少了胡子和头发 居然没认出他来 没关系 我也没认出来 丹尼丽丝深呼吸 以止住颤抖 哦 到处都有敌人 请带我回帐吧 摩尔蒙到达的时候 丹尼丽丝裹着尸皮 喝着香料葡萄酒 我去看了河边城墙 扎拉爵士开始说 他比陆地这一面高级尺 而且同样坚固 迷邻人 还在城堕下面 安置了十几条火船 你应该警告我 丹尼丽丝打断了 摩尔蒙的话头 泰坦斯生子逃脱了 骑士皱起了眉头 没有必要惊吓您 陛下 我已经悬赏他的人头 把钱付给白胡子 离开冤凯后 梅罗一路跟踪 他剃掉了胡子 混迹于自由民中 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阿斯坦杀了他 乔拉爵士盯着老人 看了良久 一个侍从 拿着一根棍子 杀了 布拉弗斯的梅罗 对吗 一根棍子 丹尼丽丝确认着 但他不再是侍从了 乔拉爵士 我让你次封阿斯坦为骑士 不 力声否定 本已够让人吃惊一个了 而更奇怪的是 那声音同时来自于两个人 乔拉爵士拔出剑来 太坦斯生子 乃出名的凶险杀手 你到底是谁 老家伙 一个比你出色的骑士 爵士 阿斯坦冷冷地说 骑士 丹尼丽丝糊涂了 你说自己是个侍从 曾经是 陛下 他单膝跪下 我年轻的时候 曾为后来的 史文伯爵做侍从 如今遵照伊利利欧的命令 也为壮汉 卑沃斯服务 但在这之间的岁月 我是一名威斯托勒骑士 我并没有向您撒谎 女王陛下 然而保留了部分事实 以及与此相关的过错 我恳求您的宽恕 你保留了哪些事实 丹尼丽丝很不满意 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老人低下了头 在奎尔斯 当您问起我的名字 我自称阿斯坦 事实上 跟贝沃斯一路东行 巡访您的路上 我的确叫这个名字 但那并非我的真名 丹尼丽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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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的狐疑多于愤怒 正如乔拉警告的那样 他欺骗了我 然而刚才也救了我 乔拉爵士仗红了脸 梅罗剃掉了胡子 你却留起了胡子 对吗 难怪看着这么厌熟 你认识他 丹尼利斯迷惑地询问 被放逐的骑士 我见过他十几次 大多数时候 是远远地看着 他跟他的兄弟们站在一起 或者驰骋于比武场中 七大王国里 每个人都知道 无谓的巴里斯坦的名号 他用剑尖抵住老人的脖子 卡利西 跪在您面前的是 巴里斯坦三米爵士 御灵铁卫的队长 他背叛了您的家族 为篡位着老伯白拉行 效力 老骑士眼都不眨 真是乌鸦还说八个黑 就凭你 还敢讲什么背叛 你来这儿是为什么 丹尼里斯要他回答 老伯派你来刺杀我 你又为何救我的性命呢 哦 他为篡夺者效力 他背叛了雷加的英明 他抛弃了威赛利斯 任由哥哥在流放中自生自灭 然而假如他要我死 只需袖手旁观 我要全部的真相 以你身为骑士的荣誉发誓 你究竟是篡夺者的人 还是我的 是您的 如果您愿意接受的话 巴里斯坦爵士眼中含着泪水 没错 我得到了老伯的宽恕 并在御林铁卫和御前会议中 为他效力 跟弑君者和其他坏蛋一起共事 他们玷污了我的白袍 没有什么可以为此开脱的 如果铁王坐上那个邪恶的男孩 不剥夺我的职务 也许我仍在军林效力 承认这一点让我羞愧 但的确是事实 当他取下 白牛挤在我肩上的披风 并于同一天派人来杀我的时候 我眼中的杖魔仿佛突然被揭开了 我意识到必须寻找真正的国王 并为他而死 我可以成全你 乔拉爵士阴沉地说 安静 丹尼丽丝说 我要听他说完 也许 必须身为叛徒而死 巴里斯坦爵士说 可我至少是真实的 在获得捞不得宽恕之前 我在三叉戟和英勇作战 你却站在另一方 不是吗 摩尔蒙 老杰士不等回答 陛下 很抱歉我误导了您 但这是唯一能够防止 莱尼斯的家知道我投效您的方法 和您的哥哥 从前一样 您也受到了监视 多年以来 巴里斯伯爵把威塞里斯陛下的每一步行动 都报告给了御前议会 我听过上百次这样的报告 而自打您跟卓格卡奥结婚以来 您的身边就一直有一个线人 出卖您的秘密 用情报换取八爪蜘蛛的金钱和承诺 他不会是指 你搞错了 丹尼里斯望向乔拉摩尔蒙爵士 告诉他 他搞错了 没有线人 乔拉爵士 告诉他 我们一起穿越过多斯拉克海和红色荒原 丹尼里斯的心扑腾得像龙中的小鸟 告诉他 乔拉 告诉他 他是如何的大错特错 义鬼把你带走吧 乔拉爵士 乔拉爵士将长剑扔到地毯上 卡利西 那只是一开始 在我了解你之前 在我爱上你之前 不要说那个字 丹尼里斯退离乔拉爵士身边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 篡夺者对你承诺了什么 金钱 是金钱吗 不朽者曾经说过 丹尼里斯还会遭到两次背叛 一次为财 一次为爱 告诉我 他们对你承诺了什么 乔拉爵士说 我也许可以回家 骑士垂下了脑袋 我正要带你回家 丹尼里斯的龙体会到了他的震怒 威赛利亚咆哮起来 灰烟从尖嘴中生起 卓梗用黑色的翅膀拍打着空气 雷家的脑袋向后弯曲 喷涂火焰 我真想说出那个词 烧死他们两个 难道就没人可以信任 没人可以保护我吗 威斯特洛的骑士 都跟你们两个一样的虚伪吗 滚出去 免得我的龙把你们俩烤焦 烤焦的骗子是什么味道 比布朗本的下水道还臭吗 滚 巴里斯坦爵士 僵硬而缓慢的起身 他的动作 头一次跟年龄相符 我们要去哪里呢 陛下 去地狱 为拉布国王效力 丹尼利斯感觉到脸颊上的热泪 啄梗尖叫起来 尾巴来回抽动着 让异鬼 带走你们两个 然而这话丹尼利斯说不出口 他们背叛了我 但也救过我 可他们是骗子 你们去 我的大熊 我勇猛强壮的大熊 没了你 我还能做什么呢 还有这老人 他是我哥哥的朋友 你们去 去 哪里呢 丹尼利斯 知道 答案